陈思路 原著《古罗马皇帝》 马可·奥勒刘 陈思路是当下人们极为关注的一部作品 上至总理 下至百姓 无不对这本书赞誉有加 一部两千多年前的小书 何以能够让今天这么多人如此看重 首先 这部书的作者是古罗马唯一一位哲学家皇帝 马可·奥勒刘 这本自己与自己的十二卷对话 内容大部分是他在《安玛劳顿》中所写 是斯多葛派哲学的一个里程碑 陈思路来自于作者对身机皇宫的自身 和自己所处混乱世界的感受 追求一种摆脱了激情和欲望 冷静而达观的生活 马可·奥勒刘在书中阐述了灵魂与死亡的关系 解析了个人的德行 个人的解脱 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要求常常自行 以达到内心的平静 要摒弃一切无用和索谢的思想 正直地思考 而且不仅要思考善 思考光明磊落的事情 还要付诸行动 马可·奥勒刘把一切对他发生的事情 都不看成奢恶 认为痛苦和不安 仅仅是来自内心的意见 并且是可以由心灵加以消除的 他对人生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 热诚地从其他人身上 学习他们最优秀的品质 国感、谦逊、仁爱 他希望人们热爱劳作 了解生命的本质和生活的艺术 尊重公共利益并未知努力 陈思路是一些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字 朴实却质敌人心 马可·奥勒刘 公元121至180年 古罗马帝国皇帝 即著名的帝王哲学家 在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 修辞、哲学、法律、绘画方面 受过很好的教育 晚期斯多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奥勒刘也许是西方历史上 唯一的一位哲学家皇帝 自青年时代起 即三度出任执政官 并在40岁时成为拥有全权的皇帝 但是他坚持同仰兄维勒斯一道 继承皇帝之位 形成罗马帝国的历史上 第一次有两位具有同等地位和权力的皇帝 共职朝政 他颁布大量法令 做出诸多司法决定 并从民法当中删除不合理的条款 作为统帅 他为平定兵患动乱 而风尘仆仆征战四方 并最终死于军中 利用辛劳当中的片侠 他不断写下与自己心灵的对话 从而铸就了永玄后世的陈思路 他的陈思路 成为西方历史上最为感人的伟大名著 第一篇 我学到了内心自我掌控的能力 并不会被心外之物所影响于左右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 包括卧病不起在内 都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愉悦的内心状态 在道德修养上 使内心愉悦和庄严尊贵 达到一种完美的结合状态 品质在传承中闪耀 是我的祖父 让我学会了修身养性 明德为心的人生哲理 先父遗留之名望 加上仍留存在我心中的记忆 让我树立起虚怀若骨 且果敢坦率的性格品行 是我的母亲 让我养成了遵守孝道 乐善好施的习惯 非但不能为非作歹 而且也不能心存恶念 在生活上 应该恪守勤俭节约之风 而不得沾染上奢侈虚荣之气 而曾祖父给我的遗训则是 与其频繁出入于公共学校 不如在家里请一位好的家庭教师 而且在求学上 我们都应该慷慨解囊 吝啬不得 我们当地的里长教诲我 切莫卷入马戚团中 蓝绿两派的党征 更不能成为肉搏决斗中的任何一方 里长还教导我 要养成勤勉劳作 而不思回报的好习惯 凡事要尽量亲力亲为 不要介入他人的纷争纠缠 对于流言蜚语 应嗤之以弊 戴奥吉纳图斯对我的告诫是 不要让自己为无关轻重的琐事奔波 更不能迷信江湖术式的豁众妖言 所谓的符咒驱魔云云 都是骗人的鬼话 对于短兵相接 要做到既不畏惧也不狂热 尊重他人话语表达的权利 从来不要排斥对哲学的信服 听取巴克斯 坦德西斯 和马尔赛勒斯等伟人的传奇故事 在我年纪上青的时候 我便尝试过对话题的写作 并且从那时起 便向往自己能够过上 一单时一瓢饮 反普归真的生活 同时 我也期盼着自己 能够将其他与希腊有关的学问知识 以往打尽 谨记于心 在马克西莫斯身上 我学到了内心自我掌控的能力 并不会被心外之物所影响于左右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 包括卧病不起在内 都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 愉悦的内心状态 在道德修养上 使内心愉悦和庄严尊贵 达到一种完美的结合状态 面对窘境时 应做到坦然面对 而不要喋喋不休地抱怨 我所注意到的是 每个人都相信 他会言出必行 而且都深信 他不会出于恶意去办事 他从未流露出惊恐意外的情态 从来都不会急匆匆地行事 但也绝不会误事 他也不会困惑不堪或灰心丧气 马克西莫斯从来不会用虚假的笑容 来掩饰他内心的烦躁 同时 他也很少会有出现三分钟热度 或疑神疑鬼的时候 他乐善好施的习惯早已有之 对待他人 马克西莫斯永远开启着宽恕原谅的大文 因此 他也得以避免犯下不该的错误 如果说他一直秉承着公正不恶的态度 倒不如说他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人 我也注意到另外一点 没有人会觉得被马克西莫斯所蔑视或不容 也不会觉得马克西莫斯会表现出 自己比别人略胜一筹的心态 马克西莫斯的独到之处 就在于他总能用一种让人容易接受的幽默方式来为人处事 从我的父亲那里学到的 在我的父亲身上 我看到了一种温和的品性态度 他做出的最后决定之所以毋庸置疑 是因为他的确经过了全面周详的妥善衡量与思考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 我父亲绝不是那种贪慕虚荣之辈 先父历来勤更耐劳 只要是有利于大家切身利益的事情 他都会息耳恭听 并举双手赞成 他坚决赞同论功行赏的原则 他的真知灼见来自于丰富的人生阅历 其中既有行之有效的成功行动 也有最后无果而终的惨痛失败 我所注意到的一点是 我父亲早已克服了志气未脱的愤怒情节 在平等原则上 他并不觉得自己要比其他人享有额外的特权或等级 他不会强求自己的朋友在用餐时随传随到 也不会要求他们在自己出国远行的时候陪同前往 因要紧是没尽到朋友义务的人 依然被他视为真心的知己 并不离不弃 根据我亲眼所见的事实 先父是这样一个人 他在各项重要的事项上都会表现出深思熟虑的处理态度与习惯 在这一点上 他绝不会轻易改变 他从不会因为在事情处理时取得了初步令人满意的方案 而止步不前草草收场 在对待朋友的问题上 先父总能让自己与朋友的友谊之术尝清 不会洗心厌旧 同时还保持着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心态 无论出现什么意外状况 他都能坦然面对 而且表现出非常好的处事心态 先父在看待事物时还颇富远见 而且能够以小见大 对于趋之若鹜的盲目夸赞和各种谄媚 他都能予以反思 对国家大事和军机要务 则始终保持警惕的态度 在收支事物上 则是一位开源节流的好手 并能为因自己所造成的失误而承担责任 并接受他人的指责 在信仰上 他不迷信神灵 而在待人接物上 则不会采取礼赠行贿 大献殷勤或阿谀奉承的低俗方法 始终保持清醒与坚定的立场 是他在处理任何事物上 所表现出来的风范 他既不会有任何卑鄙无耻的念头或行为 也不会搞一些毫无意义的新花样 至于那些或多或少 有利于日常生活质量的天然赠物 他在利用时的态度 是既不冷漠也不狂热 所以在他得到这些事物时 他不会娇如造作地表现出 乐此不疲的夸张模样 而在他没有得到这些事物的时候 他也不会去强求 从来没有人说他是一名诡辩家 也不是惊人豢养的奴才 更不是什么只会卖弄学问的迂腐学者 几乎在每个人的眼里 他都是一个成熟稳健 无可挑剔的人 而且绝不听信禅言 不但能妥善处理自己的事物 也能帮助别人解决难题 除此之外 他特别尊敬那些实至名归的哲学家 虽然他不会去指责那些伪哲学家 但他也不会轻易受到 这些伪哲学家的干扰与影响 在与人交谈时 他能让自己的谈话内容被人接受 而不会让人感到笑里藏刀 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 他保持着一种恰如其分的关心 他既不是那种特别关注生活细节的人 也不是那种对个人形象 漠不关心的人 在他自己的照料之下 他倒是没怎么去看过医生 没吃过多少内服药 也没用过多少外服药 对于那些天赋异禀的人 如一些天生的雄辩口才家 精通法律或伦理知识的学者 以及其他方面具特殊才能的人 他从来都是秉持着一种乐意推荐的心态 而且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嫉妒之心 他会尽可能地去帮助这些人 他始终按照国家的各种规章制度办事 从来不会弄虚作假 而且他不喜欢经常变动住址的千居生活 而更喜欢住在同一个地方 因为这样可以使他能够方便地利用一些熟悉的事物 刚刚他还被头痛发作而叫苦不迭 一会儿的功夫之后 他又恢复了精神抖擞的状态 再度完成他未完的工作 他几乎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算有 也都是与他所从事的公务有关 在观光建筑和公用建筑的建设事务上 他则表现出少有的严谨与节约态度 特别是在捐赠的问题上 因为他的观点是 在这些事情上 需要关注的是 做这些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而不是注意通过这些举动 来获取额外的名声 他觉得即使是洗澡 也要避免不合时宜的尴尬场面 他并不觉得大兴土木就是一件好事 对于吃的东西 他也不是特别关注与敏感 所穿衣服的材质与色调搭配 乃至加奴是否长相过得去 都不是他特别关注的事情 他的衣着穿戴 都是从他的海滨别墅 罗内姆运送来的 还有一部分 一般都是从拉努维亚姆那边 携带了过来的 在那个塔斯丘托人的收税人 请求他原谅的时候 他就宽恕了那个人 这件事我们都知道 这也符合他的为人准则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从来不会去求全责备 更不会得理不饶人 也从来没有动过粗 有人甚至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 会让他竖起寒毛 他会对各项事情进行不紧不慢 逐一考察 好像他掌握着充分的时间 他做事就是如此井然有序 从来不会搞砸 最令人佩服的是 他总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 精力充沛的状态 苏格拉底的一些故事 同样发生在他的身上 因为他也能够放弃那些 本可以用来享受的诱惑事物 而诱惑事物 往往是许多人 因为意志薄弱而无法抵抗 甚至会沉溺其中的东西 这种既能坚强抵制某种诱惑 又能在同时保持清醒的品质本身 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格特征 而且也是拥有一颗完美灵魂 之无敌者的明显标志 这一点 已经在他对马克西莫斯疾病的例子中 表现得依然无异了 第二篇 唯一能从一个人那里夺走的只是现在 如果这是真的 即一个人只拥有现在 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丧失一件 他并不拥有的东西 来自命运的东西 并不脱离本性 一日开始就对自己说 我将遇见好管闲事的人 忘恩负义的人 傲慢的人 欺诈的人 嫉妒的人 和孤僻的人 他们燃有这些品性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但是 我作为知道善和恶的性质 知道前者是美 后者是丑的人 作为知道做了错事的人们的本性 是与我相似 我们不仅具有同样的血液和皮肤 而且分享同样的理智 和同样的一分神性的人 绝不可能被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损害 因为任何人 都不可能把恶强加于我 我也不可能迁怒于这些与我同类的人 或者憎恨他们 因为 我们是天生要合作的 有如手足 唇齿和眼俭 那么 相互反对 就是违反本性了 就是自寻烦恼 和自我排斥 不论我是什么人 都只是一小小的肉体 呼吸和支配部分 丢开你的书吧 不要再让你分心 分心是不允许的 但仿佛你现在濒临死亡 轻视着肉体吧 那只是血液 骨骼 和一种网状组织 一种神经 静脉和动脉的结构 也看看呼吸 它是一种什么东西 空气 并不总是同样的空气 而是每一刻 都在排出和再吸入的空气 那第三就是支配部分了 这样来考虑它 你是一个老人 不要再让这成为一个奴隶 不要再像线拉木偶一样 做反社会的运动 不要再不满意 你现在的命运 或者躲避将来 所有从神而来的东西 都充满神意 那来自命运的东西 并不脱离本性 并非与神命令的事物 没有干系和关联 所有的事物 都从此流出 此外 有一种必然 那是为着整个宇宙的利益的 而你是它的一部分 但整体的本性所带来的 对于本性的每一部分 都是好的 有助于保持这一本性 而现在宇宙 是通过各种元素 即由这些元素 组成的事物的变化 保存其存在的 让这些原则 对你有足够的力量 让它们总是决定你的意见吧 丢开对书本的渴望 你就能不抱怨着死去 而是欢乐 真诚地 在衷心感谢神灵中死去 记住 你已经把这些事情 推迟得够久了 你从神灵得到的机会 已够多了 但你没有利用它 你现在终于必须领悟那个 你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宇宙 领悟那种你的存在 只是其中一段流失的宇宙的管理者 你只有有限的时间 如果你不用这段时间 来清除你灵感上的阴霾 它就将逝去 你也将逝去 并永不复返 每时每刻 都要坚定地思考 就像一个罗马人 像一个包有完整 而朴实的尊严 怀着友爱 自由和正义之情感 去做手头要做的事情的人那样 你要摆脱所有别的思想 如果你做你生活中的 每一个行为 都仿佛它是最后的行为 排除对理性命令的各种冷漠态度 和强烈厌恶 排除所有虚伪 自爱 和对给你的那一份的不满之情 你就将使自己得到解脱 你看到一个人 只要把握多么少的东西 就能过一种宁静的生活 就会像神的存在一样 因为就神灵来说 他们不会想注意这些事情的人 要求更多的东西 唯一能从人那里夺走的 只有现在 由于你有可能在此刻此事 那么相应地调节 你的每一行为和思想吧 如果有神灵存在 离开人世 并非一件值得害怕的事情 因为神灵将不会使你陷入恶 但如果它们确实不存在 或者 它们不关心人类的事物 那生活在一个没有神 或神意的宇宙中 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而事实上 它们是存在的 它们的确关心人类的事情 它们赋予了人所有的手段 使人能不陷入真正的恶 至于其他的恶 即便有的话 神灵也不会使人陷入其中的 不陷入恶 完全是在一个人的力量范围之内的 那不是一个人变坏的事物 怎么能使一个人的生活变坏呢 但宇宙的本性忽视这些事情 是有可能的 但这不是由于无知 也不是因为有知 也不是因为防止或纠正这些事情的力量 也不可能是因为它缺少力量或记忆 已知犯了如此大的一个错误 使好事和坏事 竟然不加区别地降临于 善人和恶人身上 但肯定 死生 荣辱 苦乐 所有这些事情 都同样发生于善人和恶人 它们并不使我们变好或变坏 所以 这些事物 既非善 亦非恶 所有事物消失得多么快呀 在宇宙中 是物体本身的消失 而在时间中 是对它们的记忆的消失 这就是 所有可感觉事物的性质 特别是哪些般有快乐的诱惑 或害人的痛苦的事物 或者是那些 远播国外的 虚浮名声的性质 它们是多么的无价值 可蔑视 肮脏 腐烂 和异朽啊 所有这些 都是理智能力要注意的 理智能力 也要注意那些 以意见或言论 造成名声的人 注意什么是死亡这一事实 如果一个人观察死亡本身 通过反省的抽象力 把所有有关死亡的想象 分解为各个部分 他就将把死亡视为 不过是自然的一种运转 如果有什么人害怕自然的运转 那他只是个 置气未脱的孩子 无论如何 死亡不仅是自然的一种运转 也是一件有利于自然之目的的事情 理智能力 也要注意人是怎样接近神的 是通过他的什么部分接近神 以及他的这个部分 是在什么时候这样做的 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了 一个人旋转着穿越一切 像世人说的那样 打听地下的事情 猜测他的灵人心里的想法 而不知道 只要专注于他心中的神 更真诚地尊奉他 就足够了 对心中神的尊奉 在于是心灵免于激情 和无价值的思想 而保持纯洁 不要不满于哪些 来自神灵和人们的东西 因为来自神灵的东西 因其优越性 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而来自人的东西 因我们与他们是亲足的缘故 是我们应当珍重的 有时他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因对善恶的无知 而引起我们的怜悯 这种不变善恶的缺陷 并不亚于不变黑白的缺陷 要记住一切都是意见 因为犬儒派摩尼穆斯 所说的话是很显然的 这些话的用途 也是很显然的 只要一个人 从这些真实的话中 汲取教义 第三篇 好人对凡事都抱着 知足常乐的良好心态 对命运罗派所安排的种种 都能做到坦然接受 好人也绝不会去玷污 尊奉于心中的神 也不会因为各种杂念 而改变信仰 清心享受你所发现的最美事物 我们应当注意到 就算是那些以自然本性而生的事物 也会有着令人愉悦 吸引人眼球的地方 举例而言 面包的表面在烘烤时 会出现一些不规则的裂纹 而这些意外产生的不规则裂纹本身 并非面包师本来想要获得的效果 然而 这些不规则裂纹 却在某种角度上 不失为一种锦上添花 以一种独特的方式 刺激人们的食欲 类似的例子 还有无花果 无花果在成熟时 也蹦裂开一些不规则的小口子 橄榄的果实 也会在已经成熟 但尚未完全腐烂时 给自身增添一种 独一无二的美味质感 因自身重量而被压弯的脉碎 湿似脸上竖起的健眉 也助嘴里无意流出的唾液 以及其他东西都是类似的例子 当我们独立去观察和评价 这些东西的时候 会觉得 它们并不是什么 称得上美的事物 但由于这些 都是因自然本性而成的天然效果 故而在实际上 依然是锦上添花 最终让我们的心灵 感受到了欢愉的体验 所以说 如果我们对宇宙中形成的事物 有一种先知先觉 深入核心的洞察力 那么 所有这些作为自然结果而出现的事物 在我们看来 都是经过特意的安排 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和快乐的 因此 当我们看到野兽 呲牙咧嘴的凶狠模样时 也能感受到某种独特的乐趣 而且 丝毫不逊色于 用想象力来创作的相关图画或雕塑 在年事已高的老人身上 我们所能发现的是一种成熟稳重 和举止得体的美 我们可以用朴实无华的视角 来欣赏年轻人身上所算发出来的可爱魅力 很多类似的事物都会这样积极主动地自我呈现 虽不一定能给每一个人带来欢愉 但至少能给那些真正熟食自然 极其产物的人带来足以细细品味的效果 西波克拉底的一生不知救治过多少病痛伤者 而他自己最终也难逃染病身亡的结局 占卜师们对很多人的死亡做出了预言 但也无法摆脱这一命运降临在他们的头上 所有这些例子意味着什么呢 你的一生就像经历着登船起锚 扬帆远航 抛锚停船 登陆上岸的过程 如果你的人生在现实中 经历着不同于此的生活 那么你真的不需要神的存在 因为神根本不会出现在那种情形之中 如果你的人生出现在另一个没有情感的过度 那么你当然不用再受痛苦与喜悦情绪的左右 也不再成为血肉之躯的奴隶 此时的血肉之躯与尊贵灵魂之间 后者是充满智慧和神圣旨意的 而前者则代表着凡尘俗事与腐化堕落 要做到心甘情愿的工作 关心公共利益事项 凡事都要做到审时夺势 考虑周全 专心致志 心无旁骛 不要只注重形式上的修辞 而放弃了实质上的思考 也不要去做一个夸夸其谈的人 更不要做两头忙 最终却碌碌无为的人 此外 还要让你心中的神格品性 庇护着你自己这个脆弱的生灵 学会勇敢果断而成熟稳健的作风 不要惧怕卷入政治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罗马人 就要把自己的奋斗目标 定位为一个统治者 每个人都要做到在其位 谋其职 就像一个在等待上天随时召唤的智识 时刻处于待命的状态 既不需要宣誓一事 也不需要别人的佐证 这样的人 应该永远保持内心快乐的状态 而且永远不需要别人给予的帮助与施舍 也不要需要外界赐予 才能达到内心的宁静 应当自强自立 不需他人的扶持与拥奉 英明即使流芳百世 也有销声匿迹之事 抛弃凡尘俗念 心中牢记几条真言 每个人只活于当下 而当下却是一个无法被分割的点 人生的其他部分 要么就是继承的过去 要么就是未定的未来 人生短短数十载 我们生存的只是方寸之地 死后的英明 即使流芳百世 也终有销声匿迹之事 只有通过可怜的人类后代 来继续研洗 何况人生苦短 自知不暇 遑论久远的前辈 即使你不得不去做摆在你面前的工作 还是请你同样拿出严肃认真 精力充沛和平静如常的态度 并遵照正当的理性原则去行事 绝不要让其他因素使你分心 尽量保持你神圣的纯洁本色 并假想你在下一刻 就要将其物归原主 如果你要开始做这件事情 那么还是请你用无所畏惧的态度去对待它 记得以自然本性而行 尽量在你说的每句话中都吐露真诚 这样你可过上心灵幸福的生活 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你 正如医生总需要随身携带一些医疗器械 以备不时之需一样 你也必须懂得一些与神和人相关事项的法则 这样才能做好任何事情 哪怕是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 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还要尽量做到神与人完美交融的地步 那是因为 如果你不在做事的同时参照神的事物 那么就无法把有关人的事情做好 反过来也是同样的道理 停止随心所欲的到处游荡吧 因为这样下去的话 你既没有机会追忆古罗马和古希腊人的英雄事迹 也没有时间去拜读那些 你专门为自己晚年时候收藏的精品书籍 如果你还在乎你自己 那么就趁你还有一丝力气的时候行动起来 迅速找回现在就摆在你面前的理想目标 把游手好闲的空想抛到九霄云外 赶紧进行自我拯救吧 盗窃 播种 买东西 保持肃静 打破砂锅温到底等各种事情 都是通过特定的人类词汇 来赋予特别的含义的 因为这一过程 是肉眼所无法看到的 只能依靠心灵 身体 灵魂 理性 让身体拥有感觉 让灵魂有所归一 让理性 遵从法则 透过表面现象 来形成感性认识的过程 是一般动物都能做到的 完全被欲望之城牵引下形式的作风 属于野兽行径 心中没有神灵的人 可以背叛祖国的人 以及那些关起门来 搞阴谋诡计的人 他们也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套 做事原则理性 退而言之 就算是上其他事情 跟我上面提到的这些 有着相同之处的话 但对好人而言 仍然有着一些坏人所没有的特质 因为好人对凡事 都抱着知足常乐的良好心态 对命运罗盘所安排的种种 都能做到坦然接受 好人也绝不会去玷污 尊奉于心中的神 也不会因为各种杂念 而改变信仰 相反的 他们能时刻保持内心平静如水 对于自己内心的服从 无异于对神的臣服 他们也从不撒谎 更不会做出被信弃义的恶行 为了达到人生的终极目标 人们本来就应该保持 纯洁无瑕 心如止水的人生态度 做好随时可能离开人世的心理准备 并对自己命运地赐予 心甘情愿地接受 第四篇 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 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 特别是当他在心里 有这种思想的时候 任何行为都不要无目的地做出 让任何行为都不要无目的地做出 也不要不根据完善的艺术原则做出 人们寻求隐退自身 他们隐居于乡村卯屋 山林海滨 你也倾向于渴望这些事情 但这完全是凡夫俗子的一个标记 因为无论什么时候 你要退入自身 你都可以这样做 因为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 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 特别是当他在心里 有这种思想的时候 通过考虑他们 他马上进入了完全的宁静 我坚持认为 宁静不过是心灵的井然有序 那么 你不断地使自己做这种隐退吧 更新你自己吧 让你的原则简单而又基本 这样 一旦你要诉诸他们 他们就足以完全地净化心灵 使你排除所有的不满 而重返家园 因为 你是对什么不满呢 是对人们的邪恶不满呢 那就让你的心灵 回忆起这一结论吧 理性的动物是互相依存的 忍受亦是正义的一部分 人们是不自觉地行恶的 考虑一下 有多少人在相互敌视 怀疑 仇恨 战斗之后 已经死去 而化为灰烬 那就会终于使你安静下来 但也许 你是不满于从宇宙中 分配给你的东西 那么 转而回忆一下这一思想 想想 要么是神存在 要么是原子 即事物的偶然配合存在 或者想想这些论据 他们证明了这个世界是一个政治社会 那最终会使你安静 但也许有形的事物还是要抓住你 那么 进一步考虑一下 当心灵 一旦使自己与身体分开 发现了它自己的力量 它就不论是在平缓 还是激烈的活动中 都不会使自己与呼吸相混 也不再想想 你在痛苦和快乐方面 所有你听到的和同意的 你将最终使你安静 但也许 对于所谓名声的愿望 将要折磨你 那么 看一看一切事物 是多么快地被忘却 看一看过去和未来的 无限时间的混沌 看一看赞美的空洞 看一看那些装作给出赞扬的人们 判断的多变和贫乏 以及赞扬所被限定的范围的狭隘 那么 最终使你自己安静吧 因为整个地球是一个点 而你居住的地方 又是地球上一个多么小的角落啊 在它上面存在的东西 是多么的少啊 而要赞扬你的人 又是什么样的人的 那么 仍旧把这牢记在心 记住 退入你自身的小小疆域 尤其不要使你分心或紧张 而是保持自由 像一个人 一个人的存在 一个公民 一个有死者一样去看待事物 在你身边 你容易碰到并注意的事物 让它们存在吧 那无非是这两种事物 一种是不接触心灵的事物 它们是外在的 不可改变的 但我们的烦恼 仅来自内心的意见 另一种是 所有这些事物 你看到 它们是很快改变和消失的 始终牢记 你已经目击过 多少这样的变化 宇宙是流变 生活是意见 使你的智慧 仅仅用于正直的行动 考虑一下 例如威斯佩申的时代 你将看到所有这些事情 人们婚育 生病 死亡 交战 饮验 贸易 耕种 奉承 自大 多疑 阴谋 诅咒 抱怨 恋爱 聚财 欲求元老和王者的权利 而这些人的生活 现在已全然不复存在了 再回到图拉针的时代 所有的情况也是一样 他们的生命也已逝去 也以同样的方式 观察一下别的时代 和整个民族 看看有多少人 在巨大的努力之后 很快就倒下了 分解为元素 但是 你应当主要想想 那些你自己熟知的人们 他们是自己分心于 无意的事情 而不知道做何乎 他们恰当的结构的事情 由此 你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结构 满足于它 在此 有必要记住 给予一切事物的注意 有它自己恰当的价值和比例 因为 这样你将不会不满足 只要你不过度地使自己注意小事 先前熟悉的词 现在被废弃了 同样 那些过去名声赫赫人的名字 现在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忘却了 克米勒斯 凯撒 波罗赛斯 利奥拉图斯 以及稍后的西皮奥 加图 然后是 奥古斯都 还有 赫德里安和 安东尼 因为所有的事情 很快就过去了 变成仅仅一种传说 完全地忘记 一不久就要覆盖他们 我说的这些 也适用于那些 以各种奇异的方式 引人注目的人 至于其余的人 一旦他们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他们就死去了 没有人说起他们 总而言之 甚至一种永恒的纪念 又是什么呢 只是一个虚无 那么 我们真正应该做出 认真努力的是什么呢 只有一件事 正直的思想 友善的行动 诚实无期 并陶冶一种性情 极快乐地 把所有发生的事情 作为必然的 正常的 来自同一个原则 和根源的事情 来接受 事物经历变化 并不是坏事 而事物由于变化 而保持其存在 也不是好事 时间好像一条 由发生的各种事件 构成的河流 而且是一条 湍急的河流 因为刚刚看见了 一个事物 它就被带走了 而另一个事物 又来代替它 而这个 也将被带走 每一件发生的事情 都像春天的玫瑰 和夏天的果实一样 亲切 并且为人所知 因为疾病 死亡 诽谤 背叛 以及任何别的 使愚蠢的人 喜欢或烦恼的事情 就是这样 第五篇 请尊重宇宙间 最好的那些东西吧 因为是这些东西 在指引着世间万物 并使其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也务必用同等的态度 去尊重你自己身上 最好的那些东西 道理跟前面是一样的 尊重宇宙本性的安排 清晨 如果你还赖在床上 不愿起来的话 那么请你这样想一下 我要为人类事业 而起身工作 我现在要去做的事 是为了我所存在的 这个世界 而且 也符合我来到 这个世界的目的 所以 我怎么会心有不满 难道我来到 这个世界的目的 就是为了能在 温暖的被窝里吗 虽然这样 更让你觉得满足 难道你活着 就是为了享乐 而不想有所作为吗 就算是一株矮小的植物 一只小鸟 还有蚂蚁 蜘蛛和蜜蜂等 都在协同努力 把属于它们的小小宇宙 打理得井然有序 你没有看到这些吗 难道你不愿为人类事业 而努力工作 不愿意依照你天生的本性 而投入战斗 但毋庸置疑 我们也需要适当的休息 睡眠是完全必要的 但只不过自然 为其规定了实现 同样 自然也为人的饮食 设置了一定的限度 但是 你却超越了这些界限 积越过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而你的行为 却恰好相反 你根本没有去做 你本来力所能及的事情 所以 你其实并不爱你自己 假如你真的爱自己 那么 你应该去爱自己的本性 及其随之而生的意志 那些对自己天生才艺 如此热爱的人 已经在工作中忙得精疲力竭 他们甚至连洗澡和吃饭的时间 都挤不出来 而你对自己本性重视的程度 甚至比不上那些杂耍演员 对杂耍事业 舞蹈者对舞蹈艺术 财迷一对钱 爱慕虚荣者 对虚荣本身的重视程度 那些人 在他们一旦对某件事 萌生狂热爱好之后 完全可以做到 不吃不睡 竭尽所能地 去把他们特别在意的事情 做到尽善尽美 难道在你的心里 有利于社会的行为 根本就不值得你去辛苦奋斗吗 只要将那些 令你烦恼的不愉快记忆忘却 就能在顷刻间 恢复你内心的平静 这难道不是 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就算你在完全按照 正确法则的条件下 仍然导致了 所做每一件事情的失败 那也不要愤世忌俗 不要灰心丧气 也不要心存怨怒 失败没关系 只要从头再来就好 只要你所做的多数事情 均与人的本性保持一致 那就大可心满意足了 我们甚至可以从对大部分人而言 属于值得肯定的事物中受益 因为 如果一个人把某些事物 视为真善美的东西 比如 谨小慎微 温和低调 公正无私 和刚毅果敢等 那么 他在以后 就不会有耐心去听从 与这些事物 不相和谐的东西 然而 如果一个人在起初时 便接触了 对多数人而言 是善良的东西 那么 他就可能会听从那些 喜剧作家的经典语录 并认为 最适合自己 大多数人都可以理解 这一细微的差异 因为 如果不是这样 前面所说的话 就不会被违反 也不会在一开始 就被人们拒绝 但在我们谈及财富 并涉及 如何获得 更多奢华和名望之方式的时候 只要我们讨论的方式 处理得当 那么 我们都会接受 那么 就继续追问自己 我们是否应该 高度评价这些事物 并将其纳入 真善美的行列 特别是当人们 首先记住的是 这些观念的时候 即 哪怕是喜剧作家的话 也可能对其产生影响与作用 拥有这些观念的人 有的是充沛的精力 只是 无处发泄而已 理性和逻辑推理的艺术 两者均胜任于自身 及其各自的职责功能 他们从自身的第一原则出发 并朝着 也以为其设定的目标前进 这就是为什么把这类行为称为正道 这个词表示他们是沿着正确的道路 行进的 这些东西都不应该被称之为 人所有的事物 因为其并不属于人所有 它们也不是人所需要的东西 人的本性 也没有预示过它们的存在 而且 也不是人的本性达到最终目的 所需要的手段方式 人的目标也不存在于这些东西中 其反过来 也无助于人之目标的实现 更不用说有助于实现 人之真善美目标的实现 除此之外 如果在这些东西中 确实有着属于人的某些事物 那么 人们对其表示鄙视和反对的做法 则属于错误的举动 也已表示出 不想要这些东西的态度的人 不值得额外加奖 如果这些东西本身是好的 那么 不介入其中的人 就属于不好的人 但是现在 一个人 如果能够让自己摆脱掉这些东西 或抛弃掉类似的 其他东西 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些而已 那么 他摆脱的越多 所能承受的损失就越大 而其成为好人的可能性 也越高 追求不可能实现之事 极为疯狂 一个人在出生时 便注定不会有的事情 自然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如果这一事情 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那要么是因为 他没有看到 已然发生的事 要么是因为 他想表现出自己 具有坚定的伟大精神 以及没有受到伤害的效果 如若无知和自负 超越了理性的智慧 那么 这实际上是可耻的事情 事物本身 无法与灵魂零距离接触 哪怕是在最小程度上 已不可能 它也无法进入灵魂之内 不能改变 或者推动灵魂的方向 灵魂只会自我改变 以及推动自身的运动 灵魂会对 摆在其面前的正确事情 自行判断 并自我实施 从一个方面看 跟我最为亲近的是人 因此 我必须善待别人 不能去讨厌别人 但是 要有人因为自己的原因 阻碍了我的正确行为 那对我来说 他们就变成了 与太阳 风 乃至野兽 完全一样的非人物体 现在的客观事实是 这些人 撤走了我的行动 但是 却不可能对我的情绪和脾气 带来影响 因为我的情绪和脾气 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在这 我的心灵可以把行动过程中的阻力 化为动力 任何阻碍因素 同时也是对行动的促进因素 进程中的绊脚石 反而会帮助我们前行 如果你坚持走正道 并用正确的方式思考和行事 那么 你将能平静而幸福地度过一生 这两者 这两者 无论对人的灵魂 有没有损害 那么 我有必要 为之焦躁不安吗 这对公共福利 究竟有何损害呢 切莫不假思索地 被事物的表象牵着鼻子走 而应该根据你的能力 及其特性 去帮助每个人 如果人们在 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连续受损 那么 请不要把这 想象成一种伤害 因为 这是一种不好的习惯 而要向这样的老人学习 即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 询问了养子的祖先 要记住 人都是同一个祖先孕育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也应该如此 当你在演讲台上高呼 人啊 你是否已经忘记了 这些事情的实质 是的 但这些事情 是这些人 极度关注的东西 那你愿意因为这些东西 而把自己弄成一个傻子吗 我曾经是一个 十分幸运的人 但我在后来失去了他 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 幸运的意思是 一个人被赐予了一笔财富 而在灵魂中 有好的秉性 好的情感 好的行为 就是最大的财富 第六篇 这是一个羞 第六篇 这是一个羞愧 当你的身体 还没有衰退时 你的灵魂 就先在生活中衰退 灵魂保持在一种状态和活动之中 宇宙的实体 是中顺和服从的 那支配着它的理性自身 没有任何原因行恶 因为它毫无恶意 它也不对任何事物行恶 不损害任何事物 而所有的事物 都是根据这一理性 而创造 而完善的 如果你在履行你的职责 那么 不管你是洞内 还是保暖 试睡还是振作 被人指责 还是被人赞扬 垂死 还是做别的什么事情 让它们对你都毫无差别 因为 这是生活中的活动之一 我们赴死 要经过这一活动 那么 在这一活动中 做好我们手头要做的事 就足够了 反观自身 不要让任何特殊性质 及其价值 从你逃脱 所有存在的事物 都很快要改变 它们或者要回归于气体 如果整个实体 的确是一的话 或者 它们将被分解 那支配的理性知道 它自己是怎样配置的 它做什么 和用什么原料工作 亲自报复的最好方式 就是不要变成一个 像作恶者一样的人 在从一个社会活动 到另一个社会活动的过程中 只在一件事情中 得到快乐和安宁 即想着神 支配的原则 是产生和转变自身的原则 当它使自己成为 它现在的样子 和它将怨事的样子时 它也使发生的一切 在它看来都如其所愿 每一单个的事物 都是按照宇宙的普遍本性 来完成的 因为 每一事物 的确不是按照任何别的本性 即不是按照一个 从外面领悟它的本性 或一个在这本性之内 领悟它的本性 或一个外在 和独立于它的本性 来完成的 灵魂先于身体早衰 是让人羞愧之事 这是一个羞愧 当你的身体 还没有衰退时 你的灵魂 就先在生活中衰退 注意 你并不是要被造成一个凯撒 你并不是以这种染料染的 以便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么 使你自己保持朴素 善良 纯洁 严肃 不做作 爱正义 崇敬神灵 和善 温柔 致力于所有恰当的行为吧 不断努力的 使自己成为一个 哲学希望你成为的人 尊重神灵 帮助他人 生命是短暂的 这一尘世的生命 只有一个果实 一个虔诚的精神 和友善的行为 做任何事情 都要像安东尼的 一个信徒一样 记住他在符合理性的 每一行为中的坚定一贯 他在所有事情上 表现出的胸怀坦荡 他的虔诚 他面容的宁静 他的温柔 他对虚荣的鄙视 他对理解事物的努力 他如何经手 每一件事情 都先进行仔细地考察 并达到清楚的理解 他如何忍受那些 不公正地责备他的人 而不反过来责备他们 他从不仓促行事 不信谣言诽谤 他是一个关于方法和行为的 十分精细的考察者 不对愤怒的民众让步 不胆怯 不多疑 不诡辩 在住处 棉床 衣服 食物 和仆人方面 很少一点东西 就能使他满足 记住他如何能够 靠他节俭的一餐 而支持到夜晚 甚至除了在通常的时刻之外 不需要任何休息 来放松一下自己 记住他在有意中的坚定性 和一致性 他如何容忍 反对他意见的人的言论自由 当有人向他展示 较好的事情时 他获得的快乐 他的不缠杂任何迷信的宗教气质 要模仿所有这些品行 以使你能在最后的时刻来临时 拥有一颗和他一样好的良心 没有人能阻止你按本性生活 每一个器具 工具 器皿 如果他实现了他被制作的目的 那就是好的 可是制作的人 并不在他那里 而在为自然组合的东西里面 制作他们的力量是存在着 停留着 因此 更宜于尊重这一力量 并且想 如果你真是按照他的意志生活和行动 那么 你心中的一切 也都是符合理性的 而宇宙中那些属于他们的事物 也都是如此符合理性的 如果你假设 那不在你力量范围之内的事物 对你是好的或坏的 那必然是这样 如果这样一件坏事 降临于你 或者你丧失了一个好的事物 那你将谴责神灵 也恨那些造成这不幸或损失的人们 或者 恨那些被怀疑是其原因的人们 我们的确做了许多不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这些事物之间 做出好与坏的区别 但如果我们仅仅判断 那在我们力量范围之内的事物 为好的或坏的 那就没有理由 或者挑剔神灵 或者对人抱一种敌意 我们都是朝着一个目标 而在一起工作的 有些人具有知识和计划 而另一些人 却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就像睡眠的人们一样 我想 那是赫拉克利特说的 他说他们在发生于宇宙的事物中 是劳动者和合作者 但人们是多少勉强地合作的 甚至 那些充分合作的人们 他们也会对那发生的事情 和试图反对和阻挠合作的人不满 因为 宇宙甚至也需要这样一些人 那么 这件事仍然保留给你 即懂得你把自己放在哪种工作者之中 因为 那一切事物的主宰者将肯定 要正确地用你 他将派你作为合作者 和那些劳作倾向于一个目的的人的一个 但你不要使自己扮演这一角色 正像克内西帕斯所说 扮演一个戏剧中贫乏的可笑的角色 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于每一个人 这是为了宇宙的利益的 这可能就足够了 但你要进一步把这视为一个普遍真理 如果你这样做了 那对于任何一个人多有用的东西 也就对其他人是有用了 但是在此让有用这个词表示 像通常说中性的东西那样的意义 也就是说 既非好 也非坏 对一件事不发表任何意见 使我们的灵魂不受扰乱 这是在我们力量范围之内的事情 因为事物本身并没有自然的力量 形成我们的判断 要使道德品性尽善尽美 就应该把每一天当作临死前的最后一天 既不过于激动 也不麻木不仁 或做出伪善的行为 有多少生前生命远播的死后被人遗忘 究竟恶为何物 恶其实是你经常会碰到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在心中谨记 对于恶 你早已熟视无睹 你无论是向上看 还是向下看 无论在哪里都能找到它的踪迹 在古代历史 在中国历史 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历史中 都能找到它的身影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在家庭的各个地方 都有着恶的踪迹 恶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所有事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只不过转瞬即逝而已 我们所遵循的法则岂能消亡 除非是与其一脉相成之印象的殒灭 但是 这仍在你的能力掌控范围之内 只不过需要你不断给这些思想之祸 山风添柴 对任何事情 我都能形成一种看法 而且这种看法 是我本应该具有的 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 何须庸人自然的 在我心灵之外的事物 与我心灵之内并无瓜葛 如果能将其变成你的情感立场 那么你将昂然挺立 恢复到你本来的生活状态 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只要你用以往熟悉的眼光 再去面对各种事物 因为你生活恢复的关键 就在于此 无聊至极的炫耀显摆 和舞台上的表演 如枝的牛羊群 刀枪剑挤的训练 抛向小狗的一根肉骨头 丢网鱼塘的面包蟹 蝼蚁不思辛苦地搬来运去 吓跑老鼠的虚张声势 被丝线操控的木偶 如此种种 那么 置身于这些事物之中的你 应该表现出良好的幽默感 而非傲慢的态度 这是你应尽的义务 不管怎样都要懂得 每个人都是各有其自身价值的 而他所从事的事情 与他自身一样 也有着相应的价值 在谈话中 要注意所说的话 在行动中 要注意所做的事 一方面 要在第一时间发现他的意图所指 而在另一方面 则应细致洞察到 该事物所蕴含的深意 我的置性程度对此而言 是否够格呢 如果是够格的 那么 我会将其作为宇宙本性 赐予我的一把力气 来好好利用 致力于本职工作 但如是不够格的 那么 我要么索性退出这项工作 将其交给更适合的人选 来完成 除非有特定理由 不允许我这么去做 要么 我会尽力而为 并让别人来助我一臂之力 而这个人 必须是在我指导原则的帮助之下 共同去做在当下 是完全合适 而且 有利于大众福利的事 因为 无论是我单枪匹马去做的事 还是我跟别人一起做的事 都应该指向唯一一个目标 既有利于社会 并适合于社会的事 有多少生前生名远播的人 死后被人遗忘 而那些夸赞别人之人 也早已不在人世 受人援助 当无愧于心 因为 履行职责 无异于一名战士的本分 就是攻占城池 那么 如果因为不良渔行 而无法赶赴沙场 只能在别人的帮助之下 才可完成使命的话 你可否接受呢 不要受困于尚未发生之事 因为 如果那是注定要发生之事的话 那么 你要照样 用你现在对待当下之物的理性 坦然面对 万事万物 皆有关联 而且 其中的内在联系颇为神圣 几乎没有什么事物 是脱离于其他事物的 因为 事物都是相互合作的 并通过互相的联系 来共同形成了同一个宇宙 尽言之 只有一个宇宙 而这个唯一的宇宙 就是由万事万物 共同组成的 只有一个宇宙之神 而这个神 无所不在 便及万事万物 还有一个实体 一个法则 一个共通的理性 而这一理性 是一切有慧根之动物 所共同分享的 最后 宇宙还有一个真理 如果有灵性的动物 皆有同宗之源 且都有着同样的理性 那么对其而言 也可说 只有一个至善之境 一切内在的物质 都会在不久之后 绝迹于宇宙整体 宏观物质世界之中 而一切外在的形式 也会很快 被收回到 宇宙的理性之中 最后 关于任何事物的记忆 也会在不久之后 湮密于 时间的长河中 对于理性动物而言 依循本性 或是遵从理智 都是同一码事 如当顶天立地 亦或借力挺直 多想想你认为 至善至美的东西 对待犯错之人 尚怀宽恕原有之心 乃人之特性 如果想到 做错事的人 是你的同胞 而且 他们是在不知情 或不知觉的情况下犯错 而且 你们都会在不久之后死去 你就会这样做 最为重要的是 它并没有给你 带来任何伤害 因为 它没有使你的理性 丧失原来的良好状态 源自宇宙实体的 宇宙内在本性 就像蜡一样 现在塑成一匹骏马的模型 然后将这嘴马的雕塑毁掉 重新塑造成一棵树的模型 然后是一个人 然后是别的什么东西 而且 这些东西中的每一个 都只能在非常短暂的时间段内 保持其形状与姿态 而对于这些雕塑品而言 被毁掉并不是痛苦的 在它被塑造出来的时候 也是如此 愁容满面的样子 并非自然本色 倘若经常如此 则将导致一切美丽消失 最后只能是 荡然无存 回天乏力 不如尝试从这一事实中 得出它与理性相反的道理吧 因为 假如我们连对 做了错事本身的认知 都不复存在 那么 还会有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理性吗 在宇宙整体中 起支配作用的理性 将使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事物 改头换面 并用这些事物的本来实体 塑造出另外形式的全新事物 而这些事物 又会被另一些更新的事物所取代 如此 往复循环 世界 常幻常新 如果某个人冒犯了你 那么 你首先要想到的问题是 他所持的是什么样的善恶观念 导致他犯下了这个错 这样做的原因是 如果你了解他的是非观念 那么 你可能会对他心生怜悯之情 那时的你 便心怀释然 不再怒火中烧 因为根源在那种错误的 是非善恶观之下 你会觉得自己和他所做之事 没有差别 或者相差不大 所以 你应该去宽恕他 但是 如果你对善恶观的认识 与其不同 你更应该那 陷于错误是非观中的人 好一些 不要对你是否拥有之物 你可以收心养性 这是占支配地位的理性原则 具有的一项本性 一个人在从事 应为之事时 不但可以使得自我满足 而且足以获得内心的平静 停止不切实际的幻想 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 真是眼前 注重当下 花心思去了解发生在你或别人身上的各种事情 把每个物体划分为表象的和实质的 想象你最后离去的时刻 让一个人所犯之错 停在远处 别人说话时 要息耳恭听 让你的理解深入事情的内部深处 包括所为之事 与做事之人 用简单朴实 温和谦虚来修身养性 而对介乎善与恶之间的事物 则不予理会 热爱人类本身 听从神灵的旨意 诗人曾说 万物皆有法则支配 记住 万物皆有法则支配就足够了 一切都在你的能力掌控范围之内 切莫挖空心思 去探知别人的言行准则 而要多关心一下 你自己的本性所在 包括由那些发生在你身上之事 所体现出来的宇宙本性 和由你亲自所为之事 表现出来的自身本性 但是 每一个理性存在都应该去做符合其自身基礼之事 其他一切事物之所以被如此塑造而成 只在实现理性存在的目标 在无理性的事物之中 低等事物的存在 是为了服务于高等事物 但是 理性动物则是为了彼此而存在的 不分伯仲 在人类的构成中 社会性乃居于第一位的原则 而第二位的原则 就是莫要屈服于肉体的诱惑 因为人的肉身 犹如理性行为与智性活动 确定自身范围的特殊场所 不要被感官刺激 或内心欲望所折服 因为这两者都是动物的本性 而理性活动 应拥有高于一切的尊贵地位 不应该被其他因素所击溃 尽量保持良好的理性状态 因为其存在的天然目的 就是为了将一切事物利用起来 而不是相反 均于理性构成第三位的原则 就是从错误和欺骗中挣脱出来 那么 请牢记这些原则勇往之前吧 就能得到它所有的 想想你即将死亡 或在当前某个时间点终结自己的生命 那么 还是依循本性 去度过上天给你留下的圣语时光吧 热爱降临在你身上之事 以及命运为你编织的线路 难道还有比这个更适合你的吗 面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而这些事情也曾同样发生在他们身上 他们当时是何等烦恼 何等惊诧 何等激动 那么 他们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哪里也找不到了 那么 为什么你还选择用原来不对的方式 去对待他们呢 为什么你不把这些违背自己本性的焦躁不安 留给那些始作俑者 和被其牵着鼻子走的人呢 为什么你不全身心专注于 对那些发生在你身上之事物的正确利用上呢 唯有如此 你才可以将其充分利用起来 而他们才是你所有工作的最佳素材 唯有专注于自身 你方可在一切行动中坚决地成为一个好人 切记 内性心灵 内心乃众善之源 一经挖掘 便可如泉水般涌出 应当使自己拥有体魄强健的身体 无论动作还是姿势 都不要凌乱 心灵需要通过外部表情来展现理与理 也需要通过整个身体表现出来 但是 所有这些事情都应当没有丝毫的交柔造作 就这方面而言 生活的艺术 与其说类似于舞蹈者的艺术 毋庸说是更贴近于决斗式的艺术 因为它应该毅然挺立 并时刻准备迎接突如其来的意外侵袭 对那些你希望得到其赞许的人们 你要多加观察 知道他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心灵支配原则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不会指责那些无意冒犯你的人 也不会再想得到他们的一美之词 只要你看清了他们的观念与品味的本贸 折人有云 每一个灵魂都有在无意中偏离真理的时候 同样的 也会在无意中背离着正义 节制 仁爱 以及诸如此类的优良品性 如果你总能将其牢记于心的话 你就能在对待一切事物时 保持和善可亲的态度 第八篇 哲学家说 如果你能敏锐地观察 就能明智地调查和判断 幸福在于做人的本性所要求的事情 这一反思 也有助于消除对于虚名的欲望 即像一个哲学家一样 度过你的整个一生 或至少度过你从青年以后的生活 这已不在你的力量范围之内了 你和许多别的人都很明白 你是远离哲学的 然后 你落入了纷乱无序 以致你得到一个哲学家的名声 不再是容易的了 你的生活计划也不符合它 那么 如果你真正看清了问题的所在 就驱开这一想法吧 你管别人是怎样看你的 只要你将以你的本性所遇的这种方式 度过你的余生 你就是满足的 那么 注意你的本性异于什么 不要让任何别的东西使你分心 因为 你有过许多流浪的经验 却在哪儿都没有找到幸福 在三段法中没有 在财富中没有 在名声中没有 在享乐中没有 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幸福 那么 幸福在哪里 就在于做人的本性 所要求的事情 那么 一个人将怎样做他呢 如果他拥有 作为他的爱好和行为之来源的原则 什么原则呢 那些有关善恶的原则 即深信 没有什么东西于人是好的 如果他不使人公正 节制 勇敢和自由 没有什么东西对人是坏的 如果他不使人沾染 与前述品质相反的品质 使你的生活井然有序 是你的义务 在你和别的事物之间 有三种联系 一种是 与环绕你的物体的联系 一种是 与所有事物 所有产生的神圣原因的联系 一种是 与那些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联系 痛苦或者对身体是一个恶 或者对灵魂是一个恶 但是 灵魂坚持他自己的安宁和平静 不把痛苦想做一种恶 这是在他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 因为每一判断 活动 欲望和厌恶 都是发生在内心 而任何恶 都不能上升得如此高 通过常常这样对自己说 而清楚你的幻觉 不让任何恶 任何欲望 或纷扰 进入我的灵魂 现在 这是在我的力量范围之内 而通过观察所有事情 我看见了他们的本性是什么 我运用每一事物 都是根据其价值 牢记这一来自你本性的力量 不仅在元老院中 而且 对任何一个人都要恰当地说话 不娇柔造作 言辞 简明恶药 人们是彼此为了对方而存在的 不同的事物 使不同的人欢乐 我的欢乐 则是使支配能力健全 同时 又不脱离任何人 会对人们发生的任何事情 而只是以欢迎的眼光 看待和接受一切 根据其价值 运用每一事物 注意 你要对自己保证 这一现在的时刻 因为那些宁愿追求死后名声的人 没有想到 后来的人们 将跟那些现在 他们不记得了人一样 两者都有意思 那么 以后这些人 对你是否说这种 或那种话 对你有这种 或那种意见 与你 又有什么关系呢 带我去你将要去的地方吧 因为在那儿 我将使我心中神圣的部分 保持宁静 换言之 如果它能按照 它恰当的结构 感觉和行动 它将是满足的 我的灵魂 为什么要变得 比过去不幸 恶劣 沮丧 自大 猥琐和恐惧呢 这种变化 难道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吗 你能为它找到 这种充足的理由吗 没有什么不属人的事情 能够从人发生 没有什么不符合 一头公牛本性的事情 从一头公牛发生 没有什么不符合 一棵葡萄树本性的事情 从一棵葡萄树发生 没有什么不适合于 一块石头的事情 从一块石头发生 那么 如果从每一事物发生的事情 都是平常和自然的 你为什么要抱怨呢 因为共同的本性带来的事情 没有不是由你所生的 如果你因为什么外在的事物 而感到痛苦 打扰你的不是这一事物 而是你自己对它的判断 而现在清除这一判断 是在你的力量范围之内 但如果在你自己的意象里 有什么东西给你痛苦 那么 谁阻止你改正你的意见呢 即使你是因为没有做某件 你觉得是正当的事情而感到痛苦 你为什么不宁可去做这件事 而不要抱怨呢 但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横跟在前吗 那么 不要为此悲哀 因为 不做这件事的原因 是不以你为转移的 但如果不能做到这件事的话 活着就是无价值的呢 那么 就满意地放弃你的生命吧 正像那充分活动过的人死去一样 也对作为障碍的事物 感到欢喜 记住 你的支配部分是不可征服的 如果他不做任何非他所愿的事情 即使是他出于纯粹的顽强 而进行抵制的 那么 当他自我镇定时 他也是满足于自身的 但是 如果他通过理性和审慎的援助 形成对事物的一种判断时 他又将怎样呢 所以 那摆脱了激情的心灵 就是一座堡垒 因为人再没有什么 比这更安全的比方 可以使他得到庇护 在此静候将来 这一堡垒是不可摧毁的 而不知道这一点的人 就是一个无知的人 知道这一点 却不飞向这一庇护所的人 则是不幸的人 你没有闲控或能力阅读 但是 你有闲控或能力防止傲慢 你有闲控超越快乐和痛苦 你有闲控超越对虚名的热爱 不要烦恼于愚蠢和忘恩负义的人们 甚至 不要理会他们 后悔是一种因为忽视了某件有用的事情而做的 自我斥责 而那善的东西 必定也是有用的 完善的人应当追求它 但完善的人 没有一个会后悔拒绝了感官的快乐 这样 快乐就既非善的 亦非有用的 一切事物存在 都有某种目的 如一匹马 一棵葡萄树 那你为什么奇怪呢 甚至太阳也要说 我存在是有某种目的的 其余的神灵也要同样说 那么 你是为什么目的而存在呢 为了享受快乐吗 看看常识 是否允许这样说 第九篇 睡卖知识纷纷扰扰 而你的内心依然保持自由 凡是结因内在因果而行 从而使你保持公正 换言之 让你的言行举止 接受此准则 既有益于社会 因为 这是你的本性所决定的 理性动物 分享同一理性灵魂 不当的行为是不前进的 因为 宇宙本性 在创造这些理性动物时 希望其能相互依存 为相互的利益彼此帮助 不能互相伤害 由此行者 必然违反造物主的 本来意愿 这是不前进的 说谎者 同样也应背负起 违背神灵的不敬之罪 因为宇宙本性 乃是万事万物的 共同本性 万事万物 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外 这一宇宙本性 是以真理的名义而存在的 而且 是一切真实事物的 存在噪音 所以 故意 说谎者 当然会因为 他的说谎行为 亟待欺骗性质的 非正义行为 而背负起 不敬之罪 而无意 说谎者 则因为他所说的内容 与宇宙本性 并不相符 而打乱了 世界的秩序 同样应背负起 不敬之罪 毕竟他还是 违反了世界的本性 把自己置于 同真理对立的境地 因为 他早已从宇宙本性手中 获得了这种力量 只不过他后来忽视了这种 能够明辨是非的能力而已 此外 只贪图享乐 不尝试痛苦的人 同样难逃 不敬之罪 因为 这样的人 必然时常不满于 宇宙之本性要求 认为宇宙本性 没有按照善恶之人的各自需要 来进行恰当分配 很多恶人 经常享受着快乐 并拥有可以带来快乐的事物 而很多善人 却在痛苦的煎熬之中 而且摆脱不了 会带来痛苦的事物 此外 害怕痛苦的人 有时也会害怕 最终果然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种害怕本身就是一种不敬 而追求快乐的人 没有接触不义之行 这同样也是明显的不敬 现在来看看那些受到宇宙本性 同等眷顾的事物 因为 除非其事受到同等眷顾的两种事物 否则就不会创造出它们了 对于这些事物而言 那些愿意追随自然本性的人 将与之同等对待 那么 由于苦乐 生死和荣辱 都得到了宇宙本性的同等对待 所以 如果有谁认为 自己并没有得到同等的眷顾 便是一种明显的不敬了 我说的是 宇宙本性对它们做出了同等的安排 但并没有说 这些安排 对于那些被造主创造出来的人 和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也不是特别的有规则的发生着 这一运动从事物的某个开端出发 赋予事物的特定秩序 同时诞生了某些特定的主导原则 而这些原则 将决定着存在物的繁衍能力 前后相继地改变情况 在离开人世的时候 依然保持着从不说谎 欺骗 奢侈和傲慢 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福气被制的命运 但是有据名言如此说道 在一个人做到这些的时候 结束自己的生命仅次于最好的远航 你真的决心向恶屈服了吗? 难道你没有如何引导自己逃离苦海的任何经验吗? 因为 理智力的丧失无异于一场瘟疫的到来 而且 要比我们周边空气的污染和恶化都要来得严重 因为 就算是某种瘟疫 最多也只是动物们的瘟疫而已 而理性丧失的瘟疫 则是发生在人身上 并会影响人的一生 对待死亡 不要蔑视 而应该欣然接受 因为它是属于自然意志中的一件事情 从青春年少到逐渐变老 从日渐长大到接近成熟 还有长牙齿 长胡子 和早生滑发 身怀六甲 生育儿女 和抚养孩子等 以及其他因生命季节变换 所带来的自然变化等 也都是符合自然意志的事情 死亡也不例外 那么 一个据反省自身之品性的人 应树立起这样的观点 即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不可清算 也不可急躁或不屑一顾 而应该耐心等候 并将其视为一个 以自然本性而发生的正常事件 正如你曾经等候着孩子 从你妻子的子宫里分娩出来一样 你也得耐心地等待着你的灵魂 从这具皮囊中脱离而出 那一刻的到来 但如果你需要一种 能触及心灵深处的慰藉 那么 就多观察那些 马上要与你分离的物体 观察那些 不再与你的灵魂 交织在一起之人的道德品性 那么 你将会坦然面对死亡的到来 因为 因别人冒犯了你 而大动肝火 绝非解决问题之道 悉心关怀他们 并逐渐接受他们 才是你的职责所在 但也要谨记 你的死 并不意味着 从那些跟你有着 同样原则之人的身边离去 唯一能让我回心转意 并对生命留恋不舍的事情就是 我能够与那些 跟我有着同样生活原则的人 生活在一起 而你现在所看到的则是 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 与你格格不入 你为此苦恼 最后 你不得不说 死神啊 快来吧 否则 我就要迷失自己了 为恶的人是对自己行恶 行不义者 也是对自己行不义 因为 他已经使自己成为恶 不但做某事 常常是不义的 而且不做某事 有时也是不义的 让你现有的看法 都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让你现有的行为 都指向社会的共同福祉 让你现有的性情 满足于 业已发生的一切事物 这便足够 驱除空想 克制欲念 借除欲望 把理性控制在 其自身的力量范围之内 内心保持自由 如果你能做到 就劝诫哪些做错事的人 但如果不能 则需谨记 不如顺其自然 神灵对此 亦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 在某些情况下 神灵甚至会帮助这些人 获得财富 健康与名声 他就是这么好心 这也在你的能力之内 换言之 谁会阻止你这么做呢 不要被迫劳动 也不要因为别人的 可怜或赞扬而去劳动 只可直接做一件事 即按照社会理性的要求 减醒自身 我今天终于走出了所有的烦恼 或者可以说 我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出脑后 因为烦恼不是在外部 而是在内部 我的思想中 万事万物都一样 司空见惯 在时间上招生目思 在物质上毫无价值 当下的一切事物 完全无异于先辈们所处的过往时代 成群结队的事物在我们之外 他们自己不了解自己 对自己也毫无判断 那么 究竟是什么 对他们做出价值评判呢 是理性 对有理性的社会动物而言 善恶并非处于消极的静态中 而是在积极的动态中 就这一点而言 完全如同其德行与恶行一样 并非消极的静态 而是积极的动态 对被向上抛出的石头来说 落下并不是什么恶 而被人携带 也同样不是什么善 深入洞察人们的指导原则 你会看到 你害怕的判断是什么 这种判断自身 又有何价值 万事万物皆在变化 你自身也在不断变化 从某种角度来看 甚至是在无休止地毁灭 而整个宇宙也是如此 别人的错误 由他们自己处理 这是你的义务 活动的结束 运动及思想的停止 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死亡 这不是恶 现在把思路 转向你的生命过程 你的童年时期 青年时期 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等 这些生命过程的转变 都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死亡 这是不是一件 值得害怕的事情呢 转而想想 你在你祖父膝下的生活 然后是 你在你母亲膝下的生活 然后是 你在你父亲膝下的生活 如果你从中发现了许多差异 变化和停止时 扪心自问 有什么可怕的吗 那么 同样的 你整个生命中的结束 停止和变化 都不是什么值得害怕的事情 赶紧洞察一下 你自己的支配能力 宇宙的支配能力 以及你身边之人的支配能力吧 对你自己的支配能力来说 你可以使其合理 而对宇宙的支配能力而言 你可以记住你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你身边之人的支配能力 你可以考察一下 它究竟是有意 还是无心的行动 它的支配能力 是否与你的相近 因为你自己 是社会体系结构中的一份子 所以 你也应该让你的每个行为 都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然则 如果你的行为 与社会共同目标 并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就会使你的生活支离破碎 并无法统一 这简直就是对本性的叛变 就像一个人在公共集会时 我心我素 完全脱离了集体的意见一样 深入洞察一个对象的形式属性 并将其与物质内容分开来观察 然后想一想 这一独特事物 以其本性所能延续的最长时间 如果你的支配能力 在完全依照其天生本性 去做事的时候 你却对它心生不满 那么 你将陷入无尽的烦恼之中 赶紧适可而止吧 第十篇 宇宙的本性 带给每一事物的东西 都是有利于它们的 当本性带给它们时 那是为了它们的利益 因果的支机 永恒的支着与你相关联的线 哦 我的灵魂 难道你不愿意善良 朴实 纯净 坦白 是这些比将你环绕的身体 更为明显吗 你不愿享受一种宽容 和满足的气质吗 你不愿意充实 毫无匮乏 不渴望更多东西 不欲望任何事物 以赢快乐和享受吗 你也不渴望较长的愉快的时光 不欲望 何以的地方和气候 或者 你可以和谐相处的人群吗 但你会满意于你现在的条件 对所有你周围的东西感到欣喜吗 你要是自己相信你拥有一切 相信它们是从神灵那儿来的 相信一切对你都是适合的 相信所有使神灵愉悦的东西都是好的 所有它们为保存完善的生命的存在 为保存善 正义和美 而将给予的东西都是好的吗 那完善的生命存在概括和结合了所有事物 包含和囊括了所有那为了别的类似事物的产生而分解的事物 你不愿这样吗 使你和神灵及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 而全然不抱怨他们 也不为他们谴责 就你仅仅被本性支配而言 注意你的本性所要求的 然后接受它 履行它 只要你的本性 就你是一个活的存在而言 不致损坏 接着 你必须观察你的本性 就你是一个活的存在而言 对你所要求的 所有这些 你都可以应允自己 只要你的本性 就你是一个理性动物而言 不致损坏 但理性动物 也因此是一种政治动物 那么 运用这些规则吧 不要使自己 为任何别的东西苦恼 认识真正按照本性生活的人 一只蜘蛛抓住一只苍蝇时 是骄傲的 而当另一种动物 抓住一只可怜的野兔时 在网里抓住一点鱼时 捕获一头野猪或者熊时 俘虏萨尔玛提亚人时 也是骄傲的 如果你考察他们的意见 这些人不是强盗吗 使你掌握这种宁丝的方式 观察所有的事物 是如何互相变化的 始终注意着这种变化 在哲学的这一方面 训练你自己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 如此适合于产生豁达 这样的人不关心身体 因为他明白 他必须在某个时刻 离开人世 把一切都留在这儿 他仅注意在他的所有行动中 行为正直 而在其他一切发生的事情中 则顺从宇宙的本性 而至于别人将怎样说他 或想他 或反对他 他甚至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而只是使自己满足于这两件事情 一是满足于在他现在做的事情中 行为正直 二是满足于现在分配给他的事物 他搁置了所有分心和忙碌的追求 除此以外 别无所欲 通过法走一条笔直的路 通过这条直路追随神 既然探讨应当做什么 是在你的力量范围之内 多疑的畏惧 有何必要呢 如果你看得清楚 满意地走过去 而不要折回 如果你看不清楚 停下来询问最好的顾问 但如果有什么别的东西反对你 那么根据你的力量 谨慎明智地继续前行 保持那看来是正当的东西 因为达到这一目标是最好的 如果你做不到 也要让你的失败是常识的失败 在所有事情上 遵循理智的人 既是宁静的 又是积极的 既是欢乐的 又是镇定的 操纵你的 是隐藏在内部的信念 想象一下所有悲叹 或不满于一切事物的人 他们就像是一只 做牺牲的猪那样 挣扎和叫喊 那在他床上 被人们的背负数 而默默哀伤的人 也像这只猪 考虑一下 自愿的顺从所发生的事 是仅仅给予理性动物的品质 而顺从 则是加于所有存在物的一种必然性 在你做所有事情的场合 都分别停下来问问自己 是否由于死亡 剥夺了你做这事的机会 它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当你因什么人的错误生气时 立刻转向自己 想想你自己 是否犯过类似的错误 例如 以为金钱是一件好东西 或者快乐 一点名声等等是好东西 因为通过注意这些 你将迅速地忘记你的愤怒 如果再加上这一考虑 这个人是被迫的 他怎么能不这样做呢 或者 如果你能够 那么 为他解脱压迫吧 当你见到 苏格拉底派学者 萨特隆时 想想 尤提切斯 或西门 当你见到 诱发拉底斯时 想想 尤提切翁 或 希尔温拉斯 当你见到 阿尔西夫农时 想想 特洛普奥夫勒斯 当你见到 塑诺芬时 想想 克里托 或西维勒斯 当你反观自己时 想想任何别的凯撒 在他们每个人的情况下 都是以类似的方式行动的 然后 让这一思想 出现在你心里 这些人 现在都在哪里呢 无处可寻 无人知道 因为通过这样 不断地思考 你将把人看作尘土 和完全的虚无 特别是 如果你同时考虑 一旦变化的东西 绝不会在时间的 无限持续中再存在 而你 你的存在 占据一个多短的时间呢 你为什么不满足于 以一种有秩序的方式 通过这一瞬间呢 你在为你的活动 避免什么事件和时机呢 所有这些事物 除了在理性细茶 和深究那发生于生活中的事物的本性时 被用来训练理性之外 难道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吗 那么 坚持到你将把这些事物 转变成属于你自己的时候为止吧 就像那结实的胃 把所有食物变成它自己的一样 像那大火 使投入其中的一切东西的火焰和亮光 都成为自己的一样 或许你住在这儿 已经使自己习惯了这里 或是你要离开 这是你自己的意志 或是你要死去 卸下你的义务 而在这些事之外 一无所有 那么 好好的 欢乐的生活吧 宇宙的本性 带给每一事物的东西 都是有利于他们的 当本性带给他们时 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第十一篇 人与人之间既相互鄙视 又相互奉承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高人一等 又匍匐在别人面前 我为人类的共同福祉 做过什么吗 理性灵魂所具有的独特性质是 它不但能自我观察 自我分析 而且 能按照自己的意志 把自己塑造成想要的模样 能自想果实 而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 所生之果实 都是由别人来享受的 不管生命的界限 会在何处终结 理性灵魂 都可以达到其自身的目标 舞蹈或戏剧等类似事物 会因为突然打断 而终止整个活动 而理性灵魂的每一部分 无论在哪里停下来 都可说它之前的部分 是完成的和充分的 所以它可以说 我拥有属于我的全部 此外 其横跟整个宇宙空间 及其周围的真空 并对其外在的形式 进行了审视 延伸至无限的时间 囊括和了解了一切事物 具周期性规律的革新 领悟到后世之人 无法看到的新的东西 而前辈先驱 也未曾看到过更多内容 一个不惑之年的人 只要他具备完整的理解力 那么 凭借着通贯于万物的普遍性 可以看到 所有存在过 与即将要存在的事物 理性灵魂的另一个特点是 热爱灵人 真理和谦虚 除了法则本身的理性 别的都不重视 如此一来 正确的理性 就与正义的理性 达成完全的一致了 如果你把整支乐曲 分割成单独的个别声音 然后你问自己 其中的单个声音 能否打动你 那么 你的评价会很低 对于歌曲 舞蹈和体育竞技等 都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你会很不好意思地承认 在舞蹈中 很多动作和姿态 从单独的角度来看 都是完全一样的 在体育经济中 也是如此 所以 除去德性与德行 你应谨记 所有事物 如果你只注意到 其中的单独个别部分 那么 就会降低对其的评价 这一道理 同样适用于 你生活的各个方面 要一直怀想 品德高级之事 有四种主要情况 是你应当时刻警戒的 因为这些 都是对你高级能力的背离 一旦发现 你就应该立即将其清楚 在每一种情形下 对自己说 这种想法是不必要的 这种倾向 是对社会联合的破坏 你说的 并非远自你内心的 真实想法 因为 你必须考虑到 如果一个人 没有表达出 自己真正的思想 是所有事情之中 极其荒谬的 而第四 如果你因为什么事 而自责 那么 只是说明了一件事情 即 属于你自己的神圣部分 受制和顺从于 容易腐朽的部分 肉身 和它粗着的快乐 在你身上 有着被融入你体内的 暑气和暑火的东西 虽然这些元素 天性有一种向上的倾向 但它们依然顺从宇宙的安排 并被控制在 复合体之中 在你身上 还有着 属土和属水的部分 虽然这些元素的天然趋向 是向下的 但却被提升并占据了 非它们本性所属的 另一种位置 就是在这种方式之下 所有这些元素 都沉浮于宇宙 而且 一旦它们被放置在什么地方 那么 它们就必须 一直待在那个地方 除非宇宙发出了解体的信号 如果只有你的理智部分 竟然不顺从 或不满足于其所属的位置 难道不奇怪吗 而且 也没有什么强加于它 所有的一切 都只是依循本性 而发生的事情而已 它还有所不符 并转向对立面 倾向于不公 纵欲 易怒 忧伤和畏惧等 都是对人之本性的背离 就算支配力量有所不满 但也只能继续保持其原有的位置 因为其之所以被创造出来 就是为了对神灵的虔诚与尊敬 程度丝毫不亚于 对正义的重视 而这些品质 包含在对事物结构 有着总体性满足的条件下把握 其重要性 应该在正义之上 如果一个人在生命中 并没有一个恒常的目标 那么 他就不可能在一生中始终如一 这样说还不够 除非加上这一点 即 我们人生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 而且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与思考方式不同 所以 在善的价值认同上 根本不存在被绝大多数人 共同认可的一致意见 唯一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 就是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上 而我们 则应把具有共同属性的 和政治性的目标 作为我们的追求方向 因为 如果一个人 将自己的所有努力 都指向这一目标 那么 他的一切行为 便有了统一性 这样 他自己才能保持始终如一 假如一个人触怒 或反对你 首先思考 我和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在被创造出来之时 就注定要相互合作 我被创造出来之时 便注定要高于他们一等 犹如群羊中牧羊 牛群中的公牛 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原理 来考察这个问题 如果组成事物的 不仅是原子微粒 那么 安排一切事物的 就是自然本身 假如果真如此 那么 低等事物的存在 是出于高等事物的利益 而这些高等事物 是为了彼此的利益 就算事情不利于你 而你对事物的追求与回避 也扰乱了你 可你仍旧趋向于他们 可以让你的判断休息一下 保持冷静 不要再对某个事物 追求或回避了 第十二篇 我常常觉得 这是多么奇怪啊 每个人爱自己 都超过爱所有其他人 但他重视别人 关于他自己的意见 却更甚于重视自己 关于自己的意见 在无望完成的事情中 也要锻炼自己 所有那些希望 通过迂回的道路 达到的事物 你现在就可以得到他们 只要你自己不拒绝他们 这意味着 只要你丝毫不注意 整个过去 把未来也信赖地 交给神医 而仅仅是自己的现在 符合于虔诚和正义 符合虔诚就是说 你可以满足于 分配给你的命运 因为自然是为你分配的 你是适合它的 符合正义就是说 你可以始终坦白 无眼事地说出真理 根据每一事物的价值 做与法一致的事情 绝不要让别人的邪恶阻挠你 不要让意见或声音阻挠你 也不要让你可怜的肉体的感觉阻挠你 因为那将由消极的部分来照管它 那么 如果你在临近死亡的不论什么时刻 你都忽视别的一切 而只尊重你的支配能力和你心中的神性 如果你的畏惧不是因为你在某个时候必须结束生命 而是害怕你从未开始过合乎本性的生活 那么 你将是一个配得上产生你的宇宙的人 你将对于你的家乡来说 不再是一个异乡人 不再好奇于那每日发生的仿佛是未料到的事情 也不再依赖于这一或那一事物 神注视所有人的去掉了质量 照医 外壳 和杂物的心灵 因为 他只用他的理智部分来接触 那只是从他自身获得 并流入这些身体中的理智 如果你也使自己这样做 你将摆脱你的许多苦恼 因为 对那将包裹的可怜身体不予关心的人 根本不会因为追求衣服 居室 名声 以及类似的外表和装饰而苦恼 死亡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考虑不久以前 你还没有身体 无踪无影 你现在看到的一些事物 现在生活的一些人也不存在 因为所有事物按其本性 是天生要变化 扭转和衰朽的 以便在连续的系列中的别的事物 可以出现 考虑一切都是意见 意见是在你的力量范围之内 那么 当你决定的时候 驱除你的意见 就像一只绕过夹角的舰队 你将发现一个平静 稳定 没有风浪的海湾 任何一种活动 无论它可能是什么 当它在它恰当的时间停止时 它并非遭受到不幸 因为 它已停止了 做出这一活动的人 并非遭受到不幸 因为这一活动 已经停止 那么同样 由所有这种行为组成的整体 以及我们的生命 如果它在它恰当的时候停止 因为它已经停止 所以 也并非遭受到不幸 如果一个受到虐待的人 在恰当的时候结束这一过程 他也就没有受过痛苦 而恰当的时间和界限 是由本性来确定的 又是想年迈而终的事情 是由人的特别本性来确定 但通过其部分的变化 使整个宇宙总是保持着青春和完美 则总是由宇宙的本性来决定的 对于宇宙有用的一切 始终是好的和合乎时宜的 因此 生命的终结对每个人都不是恶 因为它绝不是耻辱 这是由于它不依赖于意志 也不对立于普遍利益 而且 这还是件好事 因为它对宇宙来说 是合乎时宜的 和有利的 是跟宇宙一致的 因为 那在他心里和神 以同样的方式运动 朝着同样的事物的人 他也是在被神推动 你必须预备好这三条原则 一是在我做的事情里 不要做任何 或者是不加考虑 或者是违背正义的事情 而对于那可能从外部 对你发生的事情 考虑它 或者是偶然 或者是按照神意发生的 你绝不能谴责这偶然或神意 第二 考虑每一存在 从种子 到它接受一个灵魂 这段时间里是什么 从接受灵魂 到给回灵魂 这段时间里 又是什么 考虑每一存在 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 它又分解成什么东西 第三 如果你竟然突然 被提升到大地之上 你应当俯视人类 观察它们的差别有多大 同时 也偏一眼 距于四周空气 和以太中的存在有多少 经常像你被提升那样思考 你就将看到同样的事物 形式的相同 和持续的短暂 难道这些事物 值得骄傲吗 抛弃意见 你将得救 生命的保障在于 彻底地考察一切事物 它本身是什么 它的质量是什么 它的形式是什么 以它的全部灵魂 去行正义 送真理 我们除了通过 把一件好事 跟另一件好事 联系起来 以至中间不留下 哪怕最小的空隙 来享受生命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有一阳光 虽然它被墙壁 山峰 和无数别的东西隔断 有一共同的实体 虽然它分布在 无数具有各自特性的物体之中 有一灵魂 虽然它分布在 无数的本性 和个别的限制物之中 有一理智的灵魂 虽然它看来也被划分了 那么 在刚刚提到的这些事物中 所有别的部分 像那些大气的 和物质的部分 是没有感觉 没有情意的 但理性 本源甚至把这些部分 也结合到一起 吸引为统一 至于理智 则是以一种特殊方式 趋向于它的同类的 它与之结合 这种相通的情感 是割不断的 分给每个人的是 无尽的 不可测的时间中 多么少的一部分 它立刻就被永恒吞噬了 还有 分给每个人的是 整个实体的 多么小的一部分 是普遍灵魂的 多么小的一部分 你匍匐在上面的 是整个大地 多么小的一块土壤 想到这一切 就要认定 除了按照你的本性 引导你的去做 以及忍受 共同本性 带给你的东西之外 就没有伟大的事情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